覺得媽媽會有偏心的傾向嗎 有 我父母雙重標準是 他們有點定型 因為其實我妹 我妹是一個很認真 很努力的人 妳妹不只認真努力 妳妹還漂亮 對 漂亮 得愛 討喜 她都還很好 所以她其實 她唱歌練很久 然後她也很努力 所以其實她唱歌唱得還滿好的 對 在我爸媽眼裡 她就是一個唱歌好聽 然後不錯的人 但因為有了比較 相較之下 所以聽到我唱就會覺得 好像是很難聽 因為其實 但其實我唱歌也沒有那麼差 但是一定可能沒有妹妹那麼好 所以有一次 妳唱一句我來鑑定一下 唱一下 不要 我就讓她 自己都不相信自己 沒有 你看對不對 妳自己都不相信妳自己 讓大家知道我唱歌沒有那麼 我不好 可是沒有那麼差 因為我妹可能唱得真的不錯 所以有一次我來廁所 就是可能我在唱歌 然後我爸還 我爸就跟我媽說 老婆 那個女兒子她是不是怎麼了 我媽說怎麼了 她說 出來他們就很緊張問我 我聽到之後 我也莫名其妙 我說哭什麼 她說妳剛剛不是這樣 她在哭 我說 不是 我要解釋 我覺得媽媽的功能 就是讓孩子知道 妳是哪方面的專長 就往哪條路上 像韓靜妳如果適合 氣修 那妳就去念氣修科 對 因為 因為像我跟我老公 我一直都會認為 我老公當年是走實力派 我是走偶像派 自己要有認知 對不對 因為余皓然唱歌真不行 玉琳哥 我跟你講 我以前唱校園演唱會 都是唱現場 我都沒有對嘴 幹嘛那麼走心 然後我常常 因為他喜歡唱那種很大聲的 爸爸就說 你那樣很傷喉嚨 因為你長期在大喉 大喊的話 其實很傷喉嚨 那我也跟他講說 韓靜妳唱歌這一塊 妳應該是向到媽媽 那我們如果唱歌真的沒有很厲害 我們就往別的方面 我說妳看妳反應快 講話快 這就是我們的優點 他就常常就覺得 他唱歌很好聽 那一次是因為我老公 我老公就跑來說 老公 我說怎麼了 我算不可能 他剛出門的時候都還 從房間出來都還很開心 他說沒有 他說妳去聽 然後我就很緊張 我就直接在聽 我就韓靜 他在淋浴 我說妳為什麼哭 他就覺得他被傷到了 那他出來我也有跟我老公說 我說妳兒子在唱歌 就算是他唱得像哭 妳都不能這樣講 妳都要跟他說韓靜沒關係 就是不要傷喉嚨 那如果真的愛唱 有時候真的去KTV 唱唱歌沒關係 就是純粹就是 一般人唱歌這樣子唱 他的意思是說 他沒有這麼厲害 但也沒有難聽到 爸爸要覺得他想哭 韓靜 妳從媽媽身上遺傳的比較多 妳比較少從爸爸那邊得到遺傳 對不對 幹嘛這樣 就是媽媽的基因在妳身上比較多 當然好好試 媽媽漂亮 所以妳就生得一臉帥氣 妳反應快 妳就適合當主持人 當演員 對 對 妳看越靈叔叔也不會唱歌 他賺多少錢 其實我唱歌還算可以 真的嗎 自己也欣欣 所以 沒辦法 因為妳女兒唱歌真的很厲害 那個空靈 充滿了仙氣 人世間唯一能引妳女兒的 就是坐在我旁邊這一位 沒有 沒有 人家妹妹很厲害 真的 而且她青春無敵 對 這就是優勢 但老人經驗豐富 我說她 來 我們看一下拇指檔 來 韓靜控訴1 好 來 吃飯用手機不行 媽媽和妹妹卻瘋狂手機追劇 因為在我們家我媽覺得就是 吃飯是一個家庭的聚會 然後就是熱絡家庭的感情 不應該是在 就是用在手機或網路上面 所以其實 我那時候以前比較不懂的時候 就會覺得手機有趣嘛 就會想滑手機 但是我很常被罵 就是他們說 妳應該吃飯的時候應該尊重家長 尊重妳旁邊的人 大家聊天 不應該是滑手機 然後各吃各的 這樣說是對的 對 所以後來慢慢我改回來了 但是當我改回來 變成我不用手機之後 奇怪囉 現在每次吃飯都會有 這邊有人在看太陽的後裔 那邊有人在看那個 什麼有鬼 有什麼鬼怪 什麼韓劇都有 然後我說你們怎麼都在看韓劇 所以不然要幹嘛 那來聊天啊 來聊天啊 那我就覺得 怎麼樣 我跟你講 我說實在話 我自認為我沒有不公平過 因為畢竟他 他雖然是長子 但他大妹妹六歲 而且他的生活習慣 他的個性跟妹妹是完全不同 所以我很多標準是針對 他們的個性不同 生活習慣不同所定的 這是 對不對 因為你知道 他射手座的 他原則上 他以前沒有疫情的時候 他能往外跑 他是不在家的 對 所以他跟我們的相處 本來就已經很少了 那妹妹是念書之外 無時無刻都在我旁邊 黏在妳 對 所以有時候妹妹這樣一天 早上六點多去念書 念到補完戲回來 都七點多 那我就會覺得說 念了這麼久 十幾個小時 這時候讓他 放鬆 對 讓他放鬆一下 因為他放鬆完吃完飯 他可能又要進房間 準備隔天的考試 很辛苦 對 所以我覺得這樣是合理 因為規矩有時候真的是 因狀況而定 那他有時候沒失 他可能一天都在他的床上 然後如果說你已經在你的房間 看手機看了一天 然後你出來外面 你還要再看手機 都沒有交流 對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所以我才會規定他 我不是雙標 是因為要真的是 針對你們不同的個性 看人去限制 因為我看到他的時間很少 所以我看到他的時候 我都會希望是跟他有互動 就算是我在 有時候我工作回去 我再看個劇 他講什麼 我也會把劇案暫停跟他聊 懂嗎 懂 了解 對 不是 這是雙標 真的是媽媽關心你 對 因為我比較愛往外跑 所以確實比較 射手對不對 射手 怎麼好像很害怕 很少有人扣訴完 自己一直在那邊 自己成的錯誤 好像很明顯 就是要多一點時間在教你 要看人 對 因為媽媽是真的沒偏心 是真的因為兩個孩子不一樣 對 真的 來 韓靜 妳第一條都主動認錯了 要看妳的第二條 對 第二條真的是他們的錯 好 要理直氣壯 不要三兩下就被打倒了 來 這一條是 就是買東西的時候 只會想到妹妹 然後我有點像被遺棄一樣 可是她是女生 妹妹本來就要多一點東西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要出國 然後是去有下雪 北海道有下雪 那時候就是 可能因為我比較常外出 所以他們帶妹妹 他們帶妹妹去逛街的時候 就買一些可能保暖的衣物 衣服 襪子 那種厚襪子 因為下雪嘛 很容易會動到腳 對 那 後來要出國前我就說 你們怎麼都有這麼厚的襪子 我沒有耶 那我是不是也要買幾雙 結果爸媽就跟我說 妳不用 妳就那個短襪穿四件 套四層就沒事了 那我覺得那個襪子 才多少錢 短襪 套四層 她叫我套四層 我太厚了 我老公 有點不公平 妳看 又要冤枉媽媽了 媽媽跟你講 處女座的人其實很公正 妳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妹妹 我們那次出去玩 妹妹腳跟我一樣大 所以她是穿我的鞋子 而且妳知道女孩子 本來就比較手腳怕冷 所以我為什麼會幫妹妹 買厚襪子 她沒有講到說 幫妹妹買厚襪子的當下 我幫她買了一雙 因為人家說去雪地 有時候登山鞋 男生穿起來第一個不會滑 還有就是她是一個 跟我老公一樣很會流腳汗的人 所以我就想說 我如果給妳登山鞋 又給妳超厚的毛襪 太熱 熱上加熱 所以我才覺得說 妳已經有鞋子可以保暖 那裡面的襪子 妳就家裡藏的襪子就好 妳就不用穿 那妳穿了 而且爸爸叫妳穿四雙 其實很替妳想 妳穿一穿如果流一點汗 妳可以先脫一雙 羊蟲四 是不是 三雙來試 三雙如果說 還是熱 就再脫一雙變兩雙 不是 爸爸讓妳有多重選擇 就是其實買那一雙襪子 其實不會印象太大 就是其實妳只是買就好 但沒有就是 但是如果要我去穿四雙 有點 就是 說不過去一種 我覺得韓靜 我可以理解嗎 韓靜是有就好 他這樣 他也是希望有就好 他的鞋子可以買上百雙襪子 我們全部人都沒買鞋 我知道 我只買了他跟爸爸的 不是錢的問題 他又知道了 媽媽有沒有給你買鞋 這一條他有人做 韓靜 媽媽給你買鞋 他沒給妹妹買鞋 我其實很開心 我跟妹妹都沒買鞋 我其實很開心 但其實不是鞋的問題 也不是錢的問題 所以那件事妳要認錯對不對 沒有 我覺得我還是必須要有一雙厚襪子 因為畢竟出國 而且襪子又不是什麼 就大家藝人 你給我一雙也很好 但那時候他們可能有忘了買 所以我就 不是忘了買 是你有鞋 不是啊 有鞋不穿襪子 真的 這不合理 而且我小年人射手桌 NEO是給他買 他不要的 他沒看過 他又不穿 然後你有浪費 那誰穿 不要亂講 我不會這樣子 射手桌是這樣子 有時候你買厚襪 他會說 我就是會流腳汗 很熱耶 對啊 那你是不是那一雙毛襪一脫掉 你就沒襪子了 我給你四雙可以漸層脫 跟洋蔥式的穿法一樣 多好 但是我是真的沒有看過 有人穿四雙襪子 對 沒有到有人穿四雙去雪地玩 可是他有鞋 他有鞋 不是 你們在去做媽媽的 真的很 不是 為什麼 用鞋就不用襪子 真的很溝通 媽媽給你買的比妹妹還多 妹妹是跟媽媽合穿鞋 他就只是要一雙厚襪子 對 兩襪子 你就給他一雙厚襪子 小小兵連一雙短襪都沒有 你身為長子 你有嗎 有 還是有 還是有 好 這邊可能是我評估錯誤 會認為說哥哥有鞋了 會流腳汗就不用厚襪 我不知道一雙襪子 給你帶來這麼大的壓力 媽媽今年冬天 幫你親手勾毛線襪 很好 很好